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雏龙吧 那即上一期 维瑟尔要求我们把那些捕食他们风暴幼龙的那些围酷人和那些鱼网叉子给消灭以后呢 这一期呢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块地方 维瑟尔呢是要求我们喂食他的风暴幼崽 这个风暴幼崽呢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这些幼崽呢是不能吃生肉的 我操简直就是比人类的待遇更好啊 那这一块任务呢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肉啊地上的那个肉 其实是一次性喂食三只左右 就是你A了一波怪 你要在所有尸体上都插一下你的那根电棒 这样的话就所有的尸体都被烤熟了 才有足够的龙来吃 我刚刚A了一波怪呢 就是地上有三个怪 我只插了一遍或者两遍的尸体就走开了 其实这是一种浪费 这个世界任务的话 只要你杀六只到七只怪 就可以完成世界任务了 并不需要像大家说杀二十只 而不是地上的所有肉都要喂食 因为你看风暴幼龙这么小 地上的肉那么大 所以呢你要每一只动物身上都插一根电棒 刚刚我又浪费了一只 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以为就是跟其他任务一样 所有一插所有肉都熟了 结果呢 他是插一只熟一只 那这个任务呢 做完以后呢 我们一方面呢 在上一个任务做了保镖 那这个任务呢 做了保姆 不知道下一个任务 是不是要做街声了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期再见 拜拜 你提供的美餐会让我们的橱龙更加强壮 谢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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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